等于从10年开始 就长达6年的时候 就你职往里进 我们真的没有收入 那你不害怕吗 你还得养家呢 所以我离婚了吗 这不是一个直接原因 不能这么挂头 开玩笑 无法回避的婚姻问题 失败的事业坎坷之路 王妃和李亚鹏8年的夫妻生活 最后还是走向分离 分开的原因 只是6年中都没有收入吗 还是前情未了想再续 或是心缘已到方放手 传统家庭长大的男人 就一定要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吗 现在一起跟随小野传说 揭开背后的故事 2013年 王妃突然在微博宣布离婚 李亚鹏迅速回应 两人正式和平分手 从05年到13年 他们已经携手走过8年时光 在最不被人看好的时候 一直相濡以沫地坚守着爱情 对于两个人离婚的原因 也是众说纷纭 基本分为以下三点 此处为家庭婚姻必考题 一定要拿出小本文记好了 第一是长达6年的经济原因 第二是双方的性格原因 主要讨论点在女强男弱方面 第三就是表面上感受到三观不合的因素 最好的证明 就是李亚鹏说的 我要的是家庭 你却注定是个传奇 我的个怪怪 这是什么措辞 用得很到位嘛 即使大家能看出来 李亚鹏和王妃看上去 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不论是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 还是生活上的一些经历 可以说都是截然相反的 性格和人生追求的不同 让他们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李亚鹏出生于内地传统家庭 内心深处就烙印着 男人就应该在外面奔波忙碌 女人就应该在家中相夫教子 结过婚之后的她 非常重视家庭责任 更是一头扎进商业权 非常努力地赚钱养家 很明显 李亚鹏明白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 是需要建立在老考的经济基础上的 可那段时间的王妃却十分沉寂 李亚鹏很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自己却没有做到 也是让她感觉非常失败 这些足以证明她对家庭的重视 反观王妃很显然少了一些 普通家庭中的烟火器 重新复出电影和发专辑 不难看出王妃还是很想恢复 曾经万众瞩目的状态 就像她唱歌时一样 气质总是冷艳的 游离般高高在上 在电影中也是举手投足结实系的女子 实在和传统的相夫教子相差甚远 可那时候李亚鹏正处在 为了生意经常不回家 或是几个月都不回家的状态 最后生意还是越来越差 不光没挣到钱 而且陆续的投入还很大 那时候已经六年没有收入了 1999年 他开了家网络公司倒闭了 后来他办杂志 两年后又倒闭了 2018年年末的时候 他还爆出过欠债四千万的新闻 不少人都疑惑 好好的戏不演 靠名气圈钱倒也不难 为何对商业如此执着 又是屠杀 对于2008年的他看来 这一切都只为随心 投项目更像是买一个个玩具 他觉得这些年的生意对他很有意义 由于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 没有取得商业成功之后 他觉得是在帮助大家解决就业问题 慢慢的就不再解释了 创建书院中国 让他花费了大量时间 出差到凌晨才回家 回家后还要接客户的电话 一直醒着到了清晨 王妃自然是劝说过李亚鹏收手 但当时李亚鹏已经深深的陷入到商界 无法自拔 在一次又一次的劝说无果下 王妃搬出李亚鹏家 用一种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了 在王妃与李亚鹏的感情和婚姻中 李亚鹏一直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为了喜欢的女人 她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可是没想到的是 结婚不久就给她沉重的打击 王妃怀着李亚五个月的时候就被查出来 孩子嘴唇有问题 李亚鹏担心孩子的病会影响到她今后的生活 打孩子生下来之后就动手术 小小年纪就要承受改造的催 这让李亚鹏整夜失眠几乎接近崩溃 好在手术很顺利 但是纯恶劣的表面特征还是很明显 这也为李亚鹏带来些许的安慰 之后李亚鹏和王妃便开始成立燕燃基金会 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当年有记者跟着偷拍李亚 李亚鹏非常恼火 于是上前制止 但是记者不听劝反而愈演愈烈 看着惊恐的孩子 他便动手冲向了记者 当众扇了他一个耳光 事后李亚鹏向媒体道歉 但也一再强调 不要触碰自己的家人 李亚鹏对待斗维的女儿窦镜彤 更是视如己出一般疼爱 可生活中的性格不合 还是让他们离婚了 最开始李亚鹏对王妃所有言行都选择了容忍 为了尽可能减少舆论的争议 李亚鹏还对外界说明 一方面女儿有自己来抚养 一方面双方经济独立 并没有财产分割 至于其他的 两人都是闭口不谈 可很多人还是各种质疑 把所有的离婚原因都归结在李亚鹏身上 说李亚鹏经常吃软饭 毕竟王妃曾经是天后嘛 好在后来王妃主动出面解释 就是自己要离的婚 最后还感谢了李亚鹏的爱和理智 包容了这一切 在这场婚姻中 赢家还是王妃 即使是存在经济原因 可如果两人携手共进 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重新走向幸福 可离婚后王妃的操作 我就看不懂了 仅是离婚后第二年 王妃便跟谢霆锋旧情复然 感情还一直非常稳定 虽然李亚鹏也不时被拍到 说什么跟妙龄女子同车之类的 一直被怀疑有新恋情 但是他一直对感情三肩其口 这就不得不说到 王妃的第一任前夫窦维了 当时王妃跟窦维在一起 两人不仅是夫妻也是搭档 在王妃两岸三滴的演唱会上 窦维一直负责打鼓 两人很早之前就有合作 认识王妃的时候 窦维其实有一个交往中的同居女友 所以他们相恋 属于什么懂的都懂 当时王妃和窦维就甘心窝在北京的小四合院 过着洗衣烧饭的平凡生活 那时候两个人也是轰轰烈烈 结婚没多久 王妃就剩下窦镜童 紧接着就逐渐退出歌坛 专心做自己的前妻良母 但是很尴尬 这段感情还是没持续太久 两年后 窦维就移情别恋 和高原在一起了 那时候王妃和窦维天天吵得不可开销 最终离婚 王妃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这里可以看出 王妃想要的生活李亚鹏给不了 于是在二人离婚后 就传来与谢霆锋旧情复燃的消息 要知道他们可是从2000年 就已经传出热恋了 很长一段时间后 不知怎么就没有了两人的消息 等再听到两人的好消息后 王妃已经结束了第一段混音 分分合合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家常便饭 这中间可还夹杂着 谢霆锋和张柏芝的故事 本来都已经不再和王妃联系了 奈何谢霆锋的婚姻也没能走太久 这不是刚好天时地利 人和都凑齐了 再次恢复单身 自然而然又擦出火花了 他们俩甚至还会做一些小年轻的事 例如一起在背上纹个身什么的 歌谈天后和比他小11岁的谢霆锋牵手 这在当时娱乐圈吵得沸沸扬扬的 当时两个人的绯闻不断 可轰轰烈烈的姐弟恋 最终还是逃不过失败的命运 如果此时你觉得王妃已经很那傻了 咱们不妨再来看看李亚鹏的情况 要知道李亚鹏在遇到王妃之前 也是常有美人相伴 早在2001年 李亚鹏就和周迅传出绯闻 一场射雕英雄传下来 两人就成了男女朋友 周迅更是高调秀吉恩爱 还在采访中大胆地说 李亚鹏满足了我对男人所有的幻想 这是多么令人羞涩的表白 这句话曾经也让我品味了很久 在片场周迅在的地方 必有李亚鹏 他亲自接送悉心照顾 一米八三的大高个儿 深情款款 任谁也抵挡不住 不过故事的最后仍是无疾而终 一些传言也渐渐变成了 埋藏在过去时光里的一男瓶 李亚鹏和王妃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 但都曾非常珍惜彼此 有时候必须要承认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爱他身上渴望不可及的特质 李亚鹏虽然是个传统型男人 但他潜意识里也向往自由不羁的生活 也渴望能放开智骨 随心所欲做自己 只不过从小到大受父被传统精神浸润 让他自认失去了任性的权利 所以他把未能活出来的那个自己 投射到了王妃身上 把他当成了某种精神图腾 请进了自己的生活里 只可惜生活是一地鸡毛 难以捍卫精神的高地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更多的要培养爱情 因为爱是深情的 需要有责任和义务去经营的 是经过长时间锤炼升华的感情 漫长的婚姻中 喜欢是肤浅的 爱却是深刻的 在彼此更加了解的情况下 欢喜得快要溢出来的爱情 往往求而不得 也许我们中间会爱上一个 不适合自己的人 但正如李亚鹏说的相处之道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的相敬如宾 虽然他们最终还是分开 但王妃一定明白 风风雨雨 一定不如安稳的家 而李亚鹏也终将翻开新的篇章 寻觅自己的生活 我是爱生活 爱跑根问底 追求真相的娱乐圈名侦探小野 就此别过 咱们江湖 再见